这绝对是韩国尺度最大的限制级电影 影片上映两天就被连续下架三次 但尽管如此 影片结局中的设定 还是让无数人走不出心里的阴霾 故事中的小美是个出了名的不良少女 但她的父亲却让她假扮乖乖女 因为这样才能帮她竞选总统 可父亲的虚伪让小美极度反感 于是她便向母亲提出去朋友家玩 但让菜花不知道到的时 这将会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对话 等到次日 小美的尸体就被山上的民警搜了出来 死相十分凄惨 女儿的死亡让菜花心如死灰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的死竟然让丈夫获得了无数人的同情 她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十分伤心 但回家后却又判若两人 而她选票的支持率也直接飙升到前两年 菜花一度怀疑是丈夫杀死了女儿 可男人却对她大打出手 夫妻两人也因此彻底决裂 为了找出女儿惨死的真相 菜花想方设法登上女儿的邮箱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在文件里面竟然看到了考试的题目 而发送邮箱的人正是她的班主任 此时菜花突然想到 女儿之前一直都是排名最后的学诈 可近几个月的考试名次就不断开始上升 她不明白班主任为什么会把题目提前泄露给女儿 带着疑问 于是她立马找到班主任询问此事 可班主任却说 她这么做都是对于小美的喜欢 所以才会把题目提前给她发了过去 但班主任说话的时候 语气却在颤抖 并且让她不要再调查下去 尽管如此 但菜花还是铁了心 一定要找出杀害女儿的凶手 就在这时 警方传来消息说 有人看到了杀害小美的嫌疑人 原来当晚有一个眼神不好的老太太 看到一个人满身血迹的出现在路上 正当她想走进询问时 谁知那人就被吓得赶紧跑走了 感知到事情不一般 所以老太太才到警局报警 可因为案发那晚下着大雨 再加上老太太老眼昏花 根本没看清那人的面貌 只能从身材穿着 推测出嫌疑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并且警方还查到 小美死去的当天 还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的案件 并且在发现小美尸体的地点 只有几百米 菜花不相信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于是她赶紧跑到事故地点 想找到一些关于女儿的线索 可她不知道 此时正有一辆车子正在监视着她 很快 一个神秘人就用电棍把她打晕 然后拖进了路边的玉米地 可她并没有实施不轨的举动 而是掀起菜花的衣服 用手指找出肋骨的位置 最后拿出铁锤 想要砸穿菜花的肋骨 被疼痛惊醒的菜花 只能拼命挣扎 可没想到 她的反抗 让神秘人更加兴奋 随后就拿锤子用力地砸下去 而菜花只能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好在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 阻止了黑衣人的变态行为 当昏迷的菜花慢慢看去 没想到 竟是被她怀疑的丈夫 原来神秘人 是丈夫竞选对手的脑残粉 所以她才会趁菜花独自一人时 给她教训 但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 菜花知道 丈夫并不是不关心女儿的死 反而还一直悄悄保护着她 夫妻两人的隔阂 也彻底解开了 为了防止菜花再被别人陷害 于是丈夫贴心地 为她准备了一个防狼电击棒 但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电击棒 最后竟然会用在她自己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里 菜花一直寻找 目击者口中的嫌疑人 在一次翻看女儿的手机中 她发现女儿生前 在学校组建过乐队 可她们的演唱 却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可 好在现场 还有一个女孩小玉 喜欢女儿的演出 很快 两人就创造了一个秘密基地 每当下课的时候 都会一起表演 可这样长久以来的接触 也让她们建立了一种 超出友情的情感 当菜花根据线索赶到这里时 她就直接把女儿 和小玉的照片砸得粉碎 可就当她拿起架子鼓的时候 她却感到不是一般的重 打开一看 没想到里面竟是满满的现金 但两个孩子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 很快 她就叫来了小玉 质问她哪里来的钱 直到这个时候 小玉才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两人曾经送给班主任的礼物中 安装了摄像头 刚好就拍下了班主任的不雅视频 从此之后 他们就以此为要挟 让班主任为他们提供考卷 所以小玉的成绩排名 才会逐渐赏升 没多久 小玉得知父亲要参加竞选 她知道父亲为了名声 一定会把她这个不良女儿 送到国外读书 于是他们准备敲诈班主任一个亿 从而一起逃跑 可一次次的敲诈 班主任直接把这件事 告诉了她的出轨对象 而男人得知此事后 准备雇保镖 把勒索人除掉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班主任的出轨对象 正是小玉的亲生父亲 而班主任为了报复小玉 根本没有告诉男人 勒索人是她亲女儿的事实 很快 小玉就在外出时 被保镖的汽车撞倒在地 并且还在她的尸体上 来回压了几百遍 这一幕刚好被路边的小玉看到 看着最好的朋友被杀害 于是 她就趁凶手处理尸体时 爬上了车 然后直接家族游门撞了过去 直到凶手彻底死后 小玉才停了下来 但冷静下来后 小玉根本不敢报警 于是她就把小玉的尸体 埋在了白女外的山上 直到小玉的尸体被冲刷出来 警方才以为 这只是一起肇事逃逸案 得知真相的蔡花无法接受 但她还是决定 要亲自把凶手绳之以法 很快她就鼓励丈夫 用心参加选举 果然没多久 丈夫就从一群人中顺利胜出 然而就在她得意洋洋之时 蔡花就把真相告诉了丈夫 直到这一刻 她才知道自己竟然亲手杀了女儿 很快 蔡花就用塑料袋把丈夫缠住 可在最后一刻 蔡花还是停手了 因为杀死她太容易 她要让这个虚荣的男人 失去一切 随后她就把丈夫的所作所为 发到各大平台 一瞬间 这个光鲜亮丽的男人 彻底身败名裂 整篇故事 在讲一个出轨丈夫的因果报应 在讲一个复仇母亲的伟大果敢 在讲一个因爱而起 因权背离家庭的步步演变 权力并不能让一个人拥有一切 简单的家庭和亲情 是最珍贵的东西